金门出现首例的确诊个案之后 卫生局针对确诊者足迹进行疫调追踪 3月31号下午公布确诊者最新足迹 以及新增三名的匡列者 县政府也呼吁在3月30号上午9点52分到11点39分 有到共生理法厅的民众可主动跟卫生局联系 或者到指定诊所索取快筛试剂筛检 从机场到环岛南路换车 然后回到光泉路的路口的住家 然后第二天早上有去他的工作地点 工作地点之后他在这段时间有走路出去 再走路回来 那一直到下午就被通知到医院 他到他的工作地点部分 我们经过查出来 当时他的工作地点有三位其他的一个民众 包括他的员工 那这三位的部分已经在下午 已经在下午4点送到医院去做PCR的一个裁检 县府秘书长在3月31号下午5点召开记者会 针对确诊者公布足迹 另外确诊者原本表示在3月30号没有外出 但经过调查发现确诊者有到他工作室替客人服务 因此新增客人还有员工三位匡略者 我们这边是要再呼吁的是说 如果在这个时间就是9点52分到11点 9点52分到11点到11点39分 这段时间有到这个场所的我们也请相关的民众 可以到康桥或是核心诊所去做PCR 县政府提醒在3月30号上午9点52分到中午的11点39分 有到共生理发厅的民众可主动跟卫生局联系 或者到指定诊所索取快筛试剂筛 而新增的三位匡列者 约在医院完成PCR裁检之后确认的结果是阴性 并已经入住防疫旅馆隔离中 确诊者的工作地点跟足迹已经在当天下午完成清销